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疫情越来越严峻 陈修熙博士说他很担心台湾会出现本土个案 仅仅有借了可能吗 而阿中部长说明年的三到六月我们就有可能可以打到疫苗了 会不会是打牛津那一支呢 那如果打牛津那一支会不会有问题呢 最后要带您来关心的是轰动社会的林金桂杀人案 之前从无期徒刑逆转为无罪 竟然二度逆转再度从无罪逆转为无期徒刑 为什么 好 刚刚来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要请到资认媒体员上一夫 大家好 国民党台会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要请到药理学教授潘外宗老师 大家好 前民进党立委郭正亮 大家好 要请到疯狂机师赞母士 观众朋友晚安 前行使警官高仁和 阿滚好 大家好 以及前雄团飞弹总工程师张成 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刚刚来带您来关心的是政府不做民间座 有七家业者自己联署说他们不进口莱猪 但是聚买莱猪竟然被击是替政府解套 特别是昨天联署的现场还有蓝一议员陈明毅到现场踢管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看陈明毅在现场到底说了什么 因为现在商家在上面都有贴标识了吗 自我标识没有用 其实政府要要求进来 这个是有来气 这个是没来气 那我就进来 不是商家来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做人的工作没办法做神的工作 业者也没办法做政府的工作 政府是要帮你们做一件事情 进来的东西有来气没来气 各位就解决了 我就是不要买有来气的 那我消费者也可以 那买的人最知道 对啊 可是现在我没办法 我知道产地是美国 我不知道有没有 产地美国进来都会标识吗 没有 他没有标识有来气 我们一进来全部要标 那是您 你说的我们是在座的业者 没有全部都要标 不不不 那叫做自主标识吗 没有没有没有 为什么政府的 那一议员你对我去打官不了解 为什么政府 那如果照你这样 如果照你这样讲 毒品也可以进来啦 没有没有 我就不要有毒跟没毒啊 好我们现在马上为您连线 反来猪联署发起人李春来 李宿長 李宿長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李宿長我刚才看到 你前面署的现场 前面亿告的现场去梯馆 他是不是要求你每一间 每一间都要标识吗 是不是这样 我们前面来有那个減90% 就是说有进口量減90% 有10%没来 10%有可能会去进 有瘦瘦瘦瘦的保温 其实这村的那10% 他不能来是有路途的关系 房间的关系 是 他们要拜託说用 谁谁叫我簽 我说用簽的 你都不用来我一个簽就好 这样没尊重 要来才有尊重 所以 搞的应该算比雷仲90% 应该是有很大的代表性 比如说我们地方 首席要选去 也是投票流70% 过50%就动算了 我们这来90%应该是 应该不可以说没到那个 理事长 这个分量 请问一下 理事长你的意思是很重 在现场联署的 就高达90%的业者了吗 对90%有占比的 因为大大小小的经 还有百通经 我连络到90几经 我不是做豬肉 做豬肉其他的萃取有什么 他们没有做可食性的猪肉部位 你从这里有稍微算一下吗 因为你刚刚说有些是路途遥远 有的人有事情没得到来 但是他们也是 支持不进口萊猪 是因为 那这些没得到来的 但是也支持 说因为 增口萊猪这都算下去 差不多有几%吗 应该99%以上 有99%以上 是啊 大家就 因为现在所有的地方 增口的 不管是欧盟的 加拿大美国 像美国有嘛 美国其实他们现在 也差不多10%有而已 他们90%都已经 为了国际指定的需要 他们都改到差不多了 是 我看媒体报道 有说到 在现场要求你们说 一件一件研 你们说这是强人所难 但是你刚才又说 他没这样要求 所以我有点搞不清楚 他说的那一件一件就做不够 他说的是什么做不够 因为一几都差不多 一两千以上 哪有得多一声一声去验 所以全民意在现场要求 要一间一间验吗 因为他对生亚没了解 不比说我们去检查身体 那就是检查面 头 行戴 肩币 各位都要验 抽一尾来验就知道了 抽一尾的肥就知道了 那就是肥膀都抽 这样验怎么验就完了 很多人认为 要这样做是替政府解套 有很多人这样说 理事长 两个都算 因为国际指定没人买 政口指定没人买 所以大家 在业务上都落很多 国际指定就65% 政口指定都落2-3成 所以这大家都生理务 生理务的 这十月就有一些厄借的 家庭的 手工很辛苦 现在生理越来越厉害 忙碌要怎么办 所以我因为这样有需要 所以我才去把食药署拖名单 不然这个名单 我也没有全部都知道 拖名单因为食药署不答应 他说这有关键到一些 我个资或是 所以不需要抖我 本来我是要 12月15 因为大家说 现在就已经很累了 我拖到15 默默就半年了 大家越厉害 所以不知道 业务卡 负责 负责 應該是这样 那个小室有招牢去 不是说 有人说 我们都要替政府做什么 我们就让政府宣布 这对我们最少很残忠 包括那些地狼市地 对吧 大家都很残忠 我们也有可能 故意替政府 好 不可能帮政府解套 是为了自救 对嘛 好 来 上一副有问题要问 来 上一副 理事长我请问一下 我请问一下 就是说 你们发动这个联署 其实我觉得 对人民食安是有好处 不过我怀疑一件事情 你的资讯如何透明 你如何持续 让这些厂商都不进 甚至于说 美国如果出口商对你有压力 甚至于 会不会要求你配售 多少不含 瘦肉筋的 跟喊多少瘦肉筋的配售 会不会有这样的压力 到最后 整个的联署 整个的贯彻下去 会不会破功 让人民了解这一点 你们的资讯要怎么公布 让我们知道会不会破功 来 理事长 我现在可以回答吗 是 請说 好 以我们现况来讲 我们跟国外下订单的时候 那个合约上都会注明 那个payling free 就是没有含瘦肉筋的 然后 进来我们边境的时候 我们边境 使用署跟那个 防检局都会抽验 抽验完了进到厂商这边 厂商也会抽验 抽验完了 我们卖给顾客或使用者 他们也会在院 好像一个人检查身体 都检查五六遍 有政策 没有政策 就很清楚了 所以 大家一直想说 啊 大家去进那个 有的 啊 对于刚才那个 那个 先生问 那个问题 不可能发生 你实际上我请问一下 你 譬如说 之前我们那个口罩 不是有组一个国家队吗 结果后面 国家队的厂商里面 出了很多的问题嘛 用大陆的口罩来混沖 什么来混沖 所以相对的 我们会不会担心 你们联署完 把名单公布 大家都相信你们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有人偷偷进了 含萊克多巴胺的猪肉 出来卖 啊 我们相信你们 结果 万一会不会产生这种状况 你们这些联署的厂商 如何去设置一个 自律基础 对 自律机制 让大家约束 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让我们放心 你说的这 他有说的这 都自己想的 我们的价钱 你要去买那些 来照顾自己吗 对吧 理事长有关系就是这 你说没差跌是吗 是 萊猪跟非萊猪没差跌是吗 没差跌 没差跌的基础是 因为我们听了一些人 在说 差跌有一点 那不会因为这个差跌 所以人家条地要进萊猪 好 这样我说明给你听 因为他们美国人 都被告友说 吃萊猪的豬肉是OK 因为有肉 他们吃也都有 所以他们已经吃了很多年 已经吃了很久了 所以他们的吃萊猪的豬肉 也是正常的 所以他们的认知 还是群群 在萊猪跟没萊猪 他们的售价本身就是一样的 那一样的条件下 像人家去吃鹹肥的 成本比较高 你还要去买那些吗 应该是买肉 李主持人 我不好意思给你炒 给你炒一下 因为 你这个节目 也有请过 養猪协会的代表来 他们就说有差 说价格有差 国际市场都有价格 都有报价机制 的豬肉是现货市场 所以在现货市场 都会看到它的价格 你可以看到 美国加拿大 或者是丹麦荷兰 法国 意大利 他们的价钱 都在接近 因为豬肉是世界市场 这样说你们听得到 我知道 如果照理事长这样说 不然我们的成吉仲 也搞不清楚中方 是啊 成吉仲也说有差价 是啊 只是那个差价没有大到 对 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这个太挑战 这个太挑战我们的逻辑 跟大众物资的 黄豆玉米是同样 那干嘛要用萊克多巴胺 所以理事长 你意思说 在国际上跟美国 其实价格是同样 既然价格是同样 有那么多 包括欧盟 包括中国 很多地方 很多国家 不接受萊猪 如果价钱都一样 为什么 美国 农牧业者 还要用萊剂呢 是啊 好 这样我就想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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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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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要吃减肥 减肥 减肥是什么意思 就是让我的炸肉 更多 油更少 这个价格上面 炸肉的价格比较好 油价格比较 如果我剩肥 我直接肥肥 可以够2公斤3公斤的炸肉 或者够2公斤3公斤的油 以美国 那种 農産的国家 我跟大家说 我們台灣豬喔 這樣大大小店抬起來 一天抬兩萬三千頭 美國豬一店大店 一店大店一天就抬四萬幾頭 這樣說你聽到沒有 在美國市場他們的豬 他們的豬肉產業是工業化生產的 所以他們一頭豬 如果剩肉多兩三公斤 那一天就差很多了 産肉的價值跟肥油的價值 就有差很多的價值 這樣價值也太差了 這樣說很大人 理解嗎 理事長照你這樣說 計劃趕快是有差 你的瘦肉率會比較高 因為他瘦肉比較多 價錢就比較好了 所以並不是完全 平均價還是比較便宜 對 平均價還是比較好 還是比較有競爭力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來請教理事長 剛剛我們也談到業者自救 所以業者現在 一方面宣示不進口萊豬 另外一方面在標示的部分 我看到媒體報導說 你們自己要標示 有萊劑還是沒萊劑 所以將來如果驗出有萊劑 即便沒有超標 你們也會標示嗎 因為這是政府不願意做 但是民眾真希望 政府可以做 那你們能夠做到嗎 有 一定可以做到 因為我們在標籤上本來就有做了 本來就有做那個產地是哪個國家 產地是本來就要的嗎 產地本來就有標 那我們現在因為為了讓顧客辨識 所以我們會本來就有標產地的 現在只是把那個瘦肉精的部分 在標示胃檢出這樣子而已 所以沒有什麼難度的 所以你們會標 完全胃檢出的 產地 產地跟瘦肉精 胃檢出還是零檢出這不一樣 你市長 胃檢出就是沒有 檢查沒有 現在的胃檢出 我們進入的胃檢出 是在標最低但是有 但是它沒有超標叫胃檢出 零檢出是完全沒有 所以你們將來會分清楚嗎 我們現在因為大家進的都是胃檢出 就是檢驗都是沒有的 沒有一點劑量的才叫胃檢出 沒有的才是那個胃檢出 有劑量的會打幾ppm 會把幾ppm也標出來嗎 幾ppm也標出來嗎 幾ppm就是有啦 照我們業者的標準 有現在0.01就算你0.001也是有啊 胃檢出就是連0.001也沒有 再加胃檢出 那是零檢出啦 那是零檢出 好 所以未來零檢出 你說零檢出 零檢出 零檢出 零檢出並不代表沒有 未檢出並不代表沒有 未檢出並不代表沒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我們政府所謂的未檢出 其實不是零檢出 只是你沒有超標 他就公佈說這是未檢出 但是零檢出的意思是說 你當初進口的時候就完全沒有使用萊劑的 對 甚至在飼養的過程當中 可能就完全沒有使用 那個才是零檢出 所以我相信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進口商能夠講得更清楚 而且在標示上能夠標得更明白 好 請